圣德高山门的重要答复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 农历正月初五 第五道答案 南无第三世多结羌佛 对我们这次的提问回答 提出了看法 羌佛说 你们回答大家的提问 口口声声要求合法规 送菩萨仪表 强调内密灌顶金刚丸显胜 天父里很多这些名词 你们提到这么多的显胜镜像 这不是我要的学佛修行 我不是说你们强调法规不好 不会认为你们说的神弦 在佛经上 释迦佛陀说的显胜镜像公案 比你们说的多 也比你们说的神威玄妙 我是佛教徒 对佛陀说的话无丝毫质疑 完全尊重世尊 赞叹佛说诸经 南无羌佛说的太正确了 不要说是佛陀了 就连佛陀坐下的十六尊者之一 幽陀以尊者的事迹显胜 如以手摸顶变成大忌 使常出父 播出妙物 独觉飞行 比丘空中行走 都成了怪力乱神的话 释迦佛陀所显那么多圣像 那也不是如来正法吗 如果对释迦佛陀所说 诸多圣像险境都会生疑惑 那无疑就是傍佛法身了 相佛还说 但是后来尊者们 对佛陀所说教法的回忆 及经记录时的误师 以及后人对经藏意错之意 则另当别论 我提醒你们几个 当今全世界学佛的人非常的多 要到哪里去找这么多的圣者师哦 有几个大圣者师来教他们呢 就拿我来说 只是一个学佛修行者 我不是圣者 不要说是你们几个教不了那么多人 就是释迦佛陀在世 对那些不够资格的人 也教化不了的 因为他们欠缺真诚 甚至说假话 佛陀不会教他们的 正因为这样 现在世界上才有很多人 还没有渡成 想过没有 更况能有资格接受你们 这么高标准要求的佛弟子 要多么的真心虔诚 贡献于佛形立身事业 这些佛弟子又有几个呢 难道没有灌成内密顶的人 就不需要学佛了吗 不错 我的名字是第三世多解枪佛 这佛号不是我自封的 而是来源于各教派的法王 摄政王 佛佛门写成文书认证复义的 我要说我不是第三世多解枪佛 我否认得了吗 虽然我是第三世多解枪佛 但我明白 我被高僧圣德门挂了佛陀称号 可是从本质上来说 我就是一个一般的佛教成员 不配圣德二字 根本没有资格担当佛教领袖 身心都还在修持 但是我讲说的佛教佛法 是绝对的正教正法 是最高完美的圆满符会解脱成就的大法 与十方诸佛一样的法 成就解脱的人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 但是我没有你们想象的道行 参与你们的内密严格法规 我主张学佛修行的人 各有法源 应自己去选择他们喜欢的宗派 只要是佛教的宗派 每一宗都有各自的长处 在我这里 一切宗派都是平等的 释迦世尊说八万四千法门 就是为了应激立身所用啊 不管学哪一宗哪一派 首先应该学做一个好人 从因果上注意入手 真正能诸恶莫重重善奉行的 由人格升华圣格 连好人都做不到的话 还能学佛赠圣果吗 更况当今佛教已经演化出 有很多宗派 如险宗教法里 就没有什么灌顶 难道险宗就不成就了吗 我必须严肃告知你们圣德们 要把学佛一书和解脱大手印两大薪水学好 实行了这才重要哦 否则什么灌顶都没有用 业障清了只会看懂悟到戒心经 说真谛的真谛了 了意经金刚精胆也可误测了 基础扎实了 灌顶传法根本毫无问题 南无第三世多结羌佛 说他不是佛陀 没有资格担当圣德二字 你们千万莫误会 那是羌佛已无我的谦卑 是为了立身效仿 在座言传身教的表率 那么第三世多结羌佛 如果不是佛陀 那世界各大教派的领袖 大法王 摄政王 大佛佛们 都是骗子吗 因为是他们认证复义写出了 第三世多结羌佛是金刚种词 佛陀 羌佛如果不是佛陀 那世界根本就没有佛陀了 包括历史上认证的藏传佛佛们 都是假的了 因为都是认证的嘛 羌佛的认证比法王 佛佛们的多得太多都不成立 他们这些佛佛认证书那么少 还能说是真的吗 就更不能成立了 就凭羌佛举世无双的 圣量成就就是佛陀 更不要说 各宗各派首领的认证 世界佛教最高法庭做出的审判 判第三世多结羌佛的教理 是与释迦牟尼佛同流体系 羌佛是佛教最高领袖 暂且把以上的铁证放在一边 根本不用拿这些来为羌佛支撑 就只凭郎摩第三世多结羌佛的成就 你们看看历史至今 有哪一位圣者祖师 是超越了羌佛成就的呢 我们今天不是在说空话 把实际成果摆出来亮一亮 比一比查一查历史资料 有哪一位祖师菩萨的成果可避 就证明事实了 就单凭五名之一的功巧名 衣食横交 时钟起悟 就找不到一个圣者 能效仿其十分之一 我们可以坦白的说 羌佛的众多浩瀚成果 全人精人 一个也找不到遇知平列左右 那么第三世多结羌佛 是佛教史上真正让人们看到了的 佛陀五名妙安的高峰 就凭这一点就是佛陀 更况是全世界所有高僧圣德们 在几千年佛史上 唯一认证出来的佛陀 这在佛史上是没有前人有过的 那么第三世多结羌佛的地位 是无上至高的佛陀 他却如此虚怀若故 来体现无我大觉菩提圣格 让我们这些佛陀恩师 坐下的弟子惭愧至极 我们还带一个圣德的桂冠 实在丢人 对于内密法规方面 那么羌佛说得非常透彻如理 但是已经有人提出了 三十五个求证的问题 我们是一定要列出正确法规法义 来回答佛教徒们的 因为我们担负着因果的责任 我们必须让行人知道 他们所求证的法规 法义 修行 内密灌顶等的正确答案 以免他们上骗子师们的当 这是必须维护丧尘佛法 而要如实的回答的 当然南无羌佛说法的修行 那才是众生求解脱的根本之因 根本总因错了 不要说灌不了内密顶 就是灌了顶 也是得不了灌的 总因正的自然得到灌顶 学到大法 超凡正圣 甚至顿超直入成圣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带大圣导们执笔回答提问 2018年2月20日 多谢祭 当日程中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